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证券市场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证券市场 那么在课程进行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 前一讲次的课程主题 在前一讲次中 我们讨论的内容是第六篇 证券市场的投资现况 与未来的发展中的第十七章 投资人的行为 包括第一节 投资人的结构 第二节 行为财务学 第三节 投资人的保护 那么本讲次也就是第十八讲 是整个证券市场的课程的 一个最后一个单元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是第十八章 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那里面包括第一节 网组交易的现况 以及展望 第二节是国际化的整合与竞争 那么近年来 国际金融以及资本市场 日益的开放 并逐渐走向自由化 那么除了交易所之间的一个竞争 日趋激烈之外 那么价格低廉的电子网路交易 也影响到这个传统的交易方式 那么网际网路的快速发展 那么加速了全球化的程度 那各国的证券市场 纷纷采取各种因应的措施 以满足未来投资人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今天 21世纪的一个证券市场 那么充满了机会 以及这个挑战 那网路交易 以及这个国际化 则是促进市场发展的一个动力 那国际上 各证券市场之间 不但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同时也存在着 那么诸多合作的机会 那本章首先介绍 近年来网际网路的一个发展 那么以及这个网际网路发展 对这个证券市场的影响 那同时也探讨 各国在面对 全球化的一个趋势之下 那所做的各种 那么这个措施 以及这个改变 首先我们介绍 第一节这个网路交易的现况 以及这个展望 那么随着个人电脑的这个普及 那么利用电子网际网路 从事证券交易呢 这个迅速的这个成交 那么近几年来 快速的这个成长 那所谓的网路证券 线上交易的这个方式呢 指的是投资人 那么可以透过网际网路 行动电话 或者是自动回应系统等等的方式呢 那么来下单 那么这个网路证券呢 线上交易呢 那么开始是在美国的一个春天 接到酿酒公司 那么在1993年的3月 的一个线上首次公开发行 也就是呢 所称的IPO 那么该公司 那么在这一次的公开发行里面呢 以美股1.85美元 那目得了总共 160万美元的这个资金 那网路下单呢 则是由呢 Amitrader呢 那么电子券商 那么在1994年 首开先例 那么之后呢 这个网路交易呢 就一飞冲天了 那么到了1999年为止呢 这个网路证券交易呢 占这个证券市场交易量的 这个比重 那么在加拿大呢 已经达到10% 那法国是15% 美国那么更高达43% 那么韩国呢 则为这个全球之冠 那么在2000年的2月呢 已经高居了49% 那么我国的这个证券呢 这个网继网路委托交易 那么从民国86年开办 那么其后啊 这个成交金额呢 就逐渐的这个增加 那么到了民国93年12月呢 已经占有这个证券交易量的一个 那么15.61的百分比 那么近年来 由于网路的进步呢 神速 那网路的交易量呢 那么更是解决的攀升 那不过相对于前述的一个各个国的一个市场 我国显然 那么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么证券市场 由于网继网路的兴起 那么使得传统证券的交易方式 产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 那个别投资人呢 可以透过网路取得研究分析资讯 以及呢 市场交易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证券商 那么也可以呢 提供投资人呢 更为多样化的一个服务 而网路证券交易的发展 除了这个影响了相关科技的创新 那么提供投资人 更多的市场的一个资讯之外 那同时呢 也引起了若干的一个问题 那么以下来探讨 这个网路交易发展的原因 以及这个潜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由于我国证券市场 跟这个韩国的证券市场呢 有颇多相似的一个特质 例如说两国的主要投资人呢 大多是为散户 那股价的波动性呢 也都为世界之冠 那同时呢 也都有类似的一个 涨跌幅限制等 那么市场的一个断路的机制 那么韩国近年来 网路交易的经验 似乎能够提供我国诸多的参考 那么因此啊 我们对韩国的网路交易的一个发展呢 那么有必要来做一番这个探究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网路交易那么风行的这个原因 以及这个所衍生的一个诸多的问题 那么网路 网际网路盛行的原因呢 那么是呢 因为呢应用到这个证券界之后呢 那么在短期间 这个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投资人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第一 它比较经济 由于这个网际网路证券商的一个建制成本呢 相较之下呢 是远比维持一个传统经营方式的一个证券商呢 是低很多的 因此呢 可以对客户呢 收取比较这个低廉的一个手续费 那么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服务呢 是比较好的 那一般的小额投资人 那么可以在证券商的网站上 那么轻易的取得 各类的这个研究分析报告 以及呢 这个投资建议 那么享受了以往 大户专属的一个权利 那部分的网路证券商呢 更提供即时分析的软体 那么也让客户呢 来使用 那第三 是它的一个引力性 那由于下单 都是由客户利用电脑 透过网际网路 那旁人呢 不容易去这个 这个偷看到 那不像呢 亲自下单呢 那么会泡入这个行踪 那么因此 在股票买卖的操作上呢 是相当的一个隐秘的 那么第四点呢 是它的一个机动性 那么网际网路呢 它不容易受到 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限制 那么即使在下班后 或者在外出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投资人呢 仍然是能够上网来查询 或者是下单 那么这样是非常的一个方便的 那第五呢 它是具有这个丰富性 那么由于浏览器的进步 那么网路证券商呢 可以在网站上提供各式各样的一个服务 那例如说销售基金 销售信用卡 债券 理财规划 线上新闻 那或者是银行服务等等 好 讲到这里呢 请各位呢 这个稍后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呢 介绍网路交易所衍生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网路交易所衍生的一些问题 那么网路交易在开办的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啊 那么比较容易遭受到这个 传统营业员的一个反弹 那么因为大部分客户呢 主要能够来自于传统经济商的客户 而不是新的投资人 那么网路的安全的问题呢 是部分投资人不敢贸然采用 这个网路交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这一方面的问题呢 又可以分为硬体与软体 硬体方面的问题呢 包括有网路会中断 那系统会当机 这个网路主机呢 那么这个交易主机的一个传输问题等等 那么硬体的稳定性 以及那么它的可靠性呢 因此呢 变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么网路传输的一个速度呢 则是呢 另一项影响网路下单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至于呢 这个网路交易软体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那主要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个考量 那么考虑的因素呢 包括投资人的账户呢 是否会遭到这个盗用 那么骇客入侵 内部人员的舞弊 那么交易资料呢 那么招窃等等诸多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因此 这个账号的密码的管理 资料传输的加密 那么交易的一个认证等 那么都是呢 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议题 那么由于这个软硬体方面呢 那么所导致的交易的一个纠纷 那或者是问题呢 那么它的一个责任的归属呢 都有待这个法令的一个规范 那么另外呢 网路交易所衍生的问题 那么还包括这个诈气问题 以及呢 这个市场操纵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项呢 是这个诈气的问题 网路的基本的功能 和这个特色呢 那么也可能使得 某些诈气的资讯呢 那么更容易这个传递 并且影响投资人的决策 例如啊 这个资讯提供者 可以将所有对他有利的 一个相关的资讯呢 利用这个超连结的方式 那放到投资人 这个自己的这个网站中 那么使得 投资人误认为 那么该投资的一个资讯 有一定的价值 那么以至于造成 投资人的这个损失 那么另外呢 网路的匿名的一个 这个性呢 以及呢 无国界的一个特色啊 那么造成利用网路 从事违反投资的一个行为 那么不容易这个追查 例如网路上有所谓的转信网站 那么可以将电子邮件 发信人的相关资料呢 那么加以隐匿 使得不罚或者是造假的这个消息来源呢 不容易被追查 那么由此啊 有心人士呢 便可以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 那么从事呢 不法的活动 那么利用网路 从事诈欺的这个情势呢 是日渐的一个增加 那美国的政管会 除了加强 这对投资人的教育宣导之外呢 那么也已经成立了专责的单位 那么设立线上深处的管道 那么来作为这个因应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操纵市场 那随着资讯管道的多元化 那么利用网路的即时性 以及这个和传递这个资料的一个便捷性啊 那目前各种呢 关于公司或特定有价证券的资讯呢 那么已经充斥在网路的一个讨论的社群 BBS的理财的投资版 证券商 那或者投资理财的网站 那么由于这个网路上的传递的资讯来源呢 不容易去证实它的真伪 但是呢 却为上网的投资人所深信不已啊 那反而利用网路来散播一些不实的一个资讯 那么让网路呢 成为操纵市场的一个工具 那么主管单位呢 对于这种意图影响市场的操纵这个行为啊 那似乎还没有能够积极来处理 那或许可以考虑透过投资人保护的一个机制 那么对网路诈欺或者操纵市场行为呢 那么来加强宣导 或者是指派专人来负责研究与执行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路证券交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么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与韩国的证券市场 有颇多相同的特质 例如两国的主要投资人 那大多为散户 那股价的波动性呢 也大多为世界之冠 那同时也都有类似的一个 涨跌幅限制等市场的一个断路机制 那韩国近年网路交易的经验 那么可以提供我国诸多的一个参考 那么因此我们对韩国的网路交易的发展呢 有必要呢去做一番的探究 首先我们来看韩国的一个网路 这个交易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韩国在1997年 那么修改了证券交易法 允许即时线上证券的交易 那么自同年4月起 那么证券商那么开始采用 所谓的HTS的一个系统 那么来从事即时线上的交易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证券商呢 是使用个人电脑 以及呢自行发展的软体 来提供投资人服务 那么在同年的5月 那么开始有第一家证券商 利用网际网路 从事呢即时的线上的交易 但是当时呢遇到韩国发生 这个金融风暴 那么当时网路交易呢 并不会很热络 那么在1998年的10月 韩国的经济那么开始复苏 那么在1990年间啊 那么证券的初级市场 以及呢四级市场的这个 网路交易呢 那么就开始大幅的成长 那么证券商也投资 更多的资金以及人力 那么去发展这个网路的交易 那么到了今天啊 这个韩国已经在全球 网路证券交易市场中 那么居于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韩国网路交易呢 那么这个蓬勃成长的一个原因 那么韩国网路证券交易的 一个蓬勃发展 那么可以归于以下 主要的一个几个原因 那么第一个原因是呢 证券商积极的一个促销 那么网路证券交易呢 传统这个综合证券商呢 那么投入大笔的资金 来发展网路的交易 那么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那第二个原因是 这个韩国证券市场的 这个散户投资人比重 那么高达72% 那么使用网路交易呢 投资股票呢 那么实在是相当的一个方便 那么也就呢 助长了网路交易的兴起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 韩国人民的教育水准呢 那么也是很高的 那普遍呢 使用电脑 而且呢 资讯科技的一个快速成长 那么也推动了网路交易的一个成长 那么第四项原因是 网路交易的一个成本呢 是比较低的 那传统证券交易呢 它的费率呢 是0.5% 那网路证券交易呢 它的费率呢 仅只在0.1%到0.25%之间 那第五个原因是 网路交易呢 提供散户投资人 也能够享有 这个专业投资人的 线上理财的一个咨询服务 所以呢 吸引了很多投资人 来从事网路下单 那第三个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网路证券交易呢 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那么韩国网路证券交易的一个兴起 对证券市场产生下列的影响 第一 它大幅的提高了 证券买卖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数量 那么同时呢 助长当日冲销的交易 股价的波动性呢 也急速的一个升高 那么第二次呢 它强化了个人投资者 那么在市场的力量 那么由于网路证券交易呢 可以提供财务资讯 有效的改善了散户 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一个 资讯不对称一个特性 那么散户的势力呢 那么逐渐的抬头 那么第三次呢 这个网路证券交易呢 造成了这个证券商的激烈的竞争 那么以往 这个传统的时候呢 这个综合证券商的服务呢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投资人一旦选定了一家 券商来下单 那么在习惯上呢 比较不会轻易的去更换这个券商 那么但是呢 这个网路证券交易的一个兴起啊 投资人常常会比较 各券商的一个网路交易 那么他所提供的一个服务项目的一个多寡 以及手续费的一个优惠的高低 那么以至于啊 这个证券商极力发展 更多元化的服务 以及呢 产品项目 那么以满足 那么投资人的一个需求 那么韩国网路交易 到目前为止呢 似乎是利多于弊 那对于同样是以散户 投资人为主的我国股市 那实在是特别值得参考的 但是呢 伴随着网路交易的发展 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的问题呢 那么实在是有待法令的调整配合 那么规范 那投资人也需要学习 并且调整投资的一个行为的 好 我们介绍到这边呢 请各位休息一下 那么稍后再回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展望与未来 那么网际网路交易的优点 那么显然吸引了 更多的散户投资人 那么对市场的特性呢 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网际网路交易的一个 进入障碍比较低 未来应该是以投资人 为主导优势的一个市场 那么券商将会面临一个 不同的一个竞争的形态 那唯有能够不断的提供 更好的一个服务 收取较为低的一个手续服务费等等 那么才能够在这项激烈竞争的 一个环境中存活下来 那么在各国证券金融业者 大力提倡这个网际网路 一个金融产品与服务之际呢 国界的繁理呢 已经越来越加模糊了 那么国内投资人呢 可以利用这个网路 与国外的券商 发行人 或者是金融投资机构 那么去进行各种的一个投资交易 那么因此 主管机关应该在网路交易 有关的一个管辖权 资讯公开等方面呢 那么来加强 那么由于网路交易 明显的已经成为一种这个趋势 那我国必然无法自外于 这个趋势的 那为了推动这个网路证券交易 那么投资人的这个保护 以及交易系统的维护呢 与更新那么将是一项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另外呢 对于有价证券网路交易的相关的问题呢 无论是在法律方面 或者是在交易安全方面呢 实在也是有必要来做一个 这个未雨的筹谋 那么在传统的一个证券交易的原则上 那么去建立一个新的规范机制 以及呢 这个架构 那么以因应这个日趋 普及的一个网路线上交易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节国际化的一个整合与竞争 那么过去这十多年来啊 那么资讯工业的发展呢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全球的一个证券的市场 那由于这个电子科技 这个快速的进步 那么各种产业 那么都随之调整因应 那传统交易所 在面临高科技电子通讯网路 以及其他交易所的竞争之下 那纷纷呢 都在思考 那么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策略 那么以加强本身的一个竞争的能力 那么各交易所 原本因为地域上的不同 那么而有不同的市场 但是呢 这个网际网路 那么打破了地理上的这个疆界 那么交易所之间呢 因为交易标的 以及投资客户的一个重叠 那么使得竞争的程度呢 那么就升高 那同时呢 由于企业的这个日趋的一个国际化 全球化 那么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呢 也就难以来避免 那么各证券市场之间 实在也是有合作的一个需要 那么很显然的 各国交易所之间的这个竞争 以及合作的关系呢 是并存的 那面对多变的一个环境 那么各国交易所呢 莫不苦思 如何去提升这个竞争力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中 那本国内和这个区域性的合并 以及呢 整合以及呢 跨州的合作呢 那么将会是主要的这个趋势 那么就各国国内而言啊 那么主要是 这个证件于衍生性商品交易所的合并 那么以增加 本国资本市场的这个效率 并且呢 提升这个竞争力 而呢 区域性的整合与合并 那么则可以增加 区域之间的一个竞争 那北欧有若干的交易所 例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交易所 那么进行改制为公司的组织 那么德国证交所呢 也将这个相关的证券 以及呢 衍生商品呢 那么组织合并整合 欧洲金融中心 伦敦证券交易所呢 那么也在1999年的7月底呢 宣布将改为公司制的组织 那么在亚洲方面呢 这个香港 新加坡 澳洲呢 更呢 不约而同的 积极来进行 那么将它在国内证交所 以及呢 区交所呢 改为公司制 并加以合并来整合 那纽约 这个证交所 以及美国的 纳斯达克市场 那么也迅速的跟进 那这个发表 将改为公司组织 并且呢 让它上市 那么这一连串 这个证券 以及衍生性商品市场的变革 很显然的 是在面临 这个网际网路 科技革新的时候 那么资本市场全球化 趋势下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么会员制的交易所的 一个最大的缺点呢 在于交易所的会员 本身啊 同时是股东 那么又是行使 交易权的一个市场使用者 那股东的一个利益呢 往往和市场使用者的利益呢 是不一致的 以致呢 造成呢 内部的这个冲突 那么当这些冲突 加剧之后呢 那么在会员制的机制下呢 那么无法解决的时候啊 那会员制的组织的一个 经营效率呢 那么就会降低了 那么因此只有在所有权 以交易权分开的一个模式 专业的管理架构 以及确定的盈利目标之下 那么才能够做最有效率的一个决策 那么至于啊 公司制组织的一个优点呢 除了前述减少利益的冲突之外 那么更加因为股份价值 以及股力分派呢 它的透明性 那么更能够表现股份公司的 经营的一个绩效 那么对所有者以及管理阶层呢 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那么有助于提升 这个营业的一个效益 那么增加竞争力 那么此外 股份化的公司呢 可上市筹措这个资金 那么以便于呢 这个交易所的拟定 长期投资的一个策略 有效的去运用资源 那么充分发挥交易所的一个功能 那么全球各大重要的资本市场 那么正经历着重大的一个变革 那么各国主要的资本市场呢 也正在快速的整合 那么重新去调整它的组织架构 并且提升自身的科技的能力 以加强未来的一个竞争的能力 那全球的交易所 面临强大的转型压力 除了将本国内部各交易所转型 改为公司制及合并整合之外 那么也纷纷计划上市 以便于使本身能够有足够的资本 那么来进行收购 或者是与其他的机构来结盟 那么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之下呢 拥有更强大的能力 那我国证券及期货市场呢 应该加强本身的竞争力 以因应未来的挑战 那么国外的发展趋势呢 是颇值得无人来学习借境的 全球证券市场走向合并整合的趋势 预期可以扩大经济规模 降低经营成本 以及增加国际竞争力 那么整合的趋势呢 由地区性的交易所 合并为一个全国代表性的证交所 再由国家性的证券市场呢 与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来合作 进而由单一国家的一个交易所 转型为区域内的一个合作联盟 甚或是跨州的一个合作经营的模式 好 那我们将今天介绍的内容 做一下回顾 那今天我们介绍第18讲呢 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那么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介绍了网路交易的这个现况 以及这个展望 那么在第二节 我们介绍了国际化的整合与竞争 好 本课程呢 到此全部讲授完毕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么希望呢 这个课程的内容 能够对各位呢 有所这个帮助 那么也祝各位呢 能够在股市投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